记者简会如宜兰报道 愚人姐你被骗了吗 诈骗娃娃机横行全台 吃钱内容无味道版商品 甚至商品装铁块 由于有些机台连电话都没有标示 许多消费者甚至难以伸张权益 简直就是诈骗集团 娃娃机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台 各地冒出无良诈骗娃娃机也鱼目混珠在其中 记者走访罗东夜市 直击夜市内的娃娃机 有的机台散落在路边无人管理 有的则是属于娃娃机无人店 机台上标示不明被吃钱商品有问题 消费者只能摸摸鼻子换下一台 消费权益谁人雇 宜兰县政府消保官王雅琳提醒消费者 可能遇到的娃娃机三片 避开诈骗娃娃机 王雅琳说 娃娃机台没有张贴清楚的负责人公司 行号和电话时一旦机台出问题或是假取的商品有疑虑的时候等于消费者连卖家是谁都不知道一旦有消费争议也很难主张自己的权益因此提醒消费者玩游戏前要先确认机台资讯是否清楚 此外娃娃机内的内容物消费者 消费者可以申请消费争议调解 王雅琳指出业者这类行为都可能构成刑法诈欺取材罪 公语处表示 经济部将夹娃娃机分为二类 分别是选物贩卖机和电子游戏机 后者需设置在零有电子游戏产业营业节别证的场所才能合法经营 否则业者将面临刑事责任 先者则必须在娃 娃机上贴上保证取物的金额才能符合对价关系 请不吝点赞订阅